脱皮 脱皮是這邊 有沒有 這邊特別細 這邊是脱皮 這樣子就是一定要把弦換掉 老師要幫生兒換小提琴的弦 你們會不會換弦 你們自己會換嗎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一直轉一直轉然後把它走出來 然後再拉拉拉 你們那個套子上面 套子上面會寫的是哪一條線 G就是最粗的這一條 D A E 好要換對 要換對 換錯就音就拉起來 就拉錯了 E不是咪 E是咪啊 然後這邊就是先放到這個洞裡面 放在這個洞裡面 然後再把它 好 然後放到這個洞裡面 你們要看 我們先從外面 轉一圈 外面 外面先轉一圈 好 有看到嗎 琴的外 就是 就是靠 靠牆壁的外面先轉一圈 然後我們再拉進來裡面 外面先轉一圈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它轉整齊 就是靠著牆壁 把它轉整齊 好 然後你這邊 旋整這邊還有琴橋這邊的洞要對好 好 兩邊都對好之後呢 往上去 往上去 這樣就好了 嗯 好 然後我們換的時候一條一條換喔 你不要四條一起轉下來 輕就倒了 欸真的有 輕就倒了嗎 橋就倒了啊 真的有學生會這樣 嗯 可是沒有旋在上面 對 所以它就會整個倒下來 要一條一條換 要一條一條換 因為我帶那個旋 才剛換 接下來是什麼旋 知道是什麼旋 我已經斷掉兩次了 第一旋 為什麼你又沒有在練琴 為什麼會斷掉 有我有練琴 然後調一條到斷 好 再看一次怎麼轉 再看一次喔 我們先從外面 外面轉一圈 對不對 然後拉進來裡面 靠著牆 嗯 要那個排整齊 排整齊齁 老師都不教我們用這個 最後一圈 靠到牆壁上 然後 這兩邊對好 剛才老師有牆 還沒講 應該是 一圈 這條圈的一個包裝 對 先塞進那個洞洞 都紫色的去 好 好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是先往這邊轉一圈 再過來這邊對不對 嗯 那這兩條是相反的 錯 這兩條我們要先從左邊 轉一圈 左邊轉一圈 就是都是離開牆壁 離開這個牆壁 等那一邊先轉一圈 好然後我們再拉回來 懂嗎 懂嗎 嗯 好然後一樣靠著牆壁 靠著牆壁把它轉整齊 這邊一樣要對 這個管子 就是通常只有1弦才有 管子 那就是是裝在 喔管子要卡在這個 琴條上 放在這邊 這樣 不要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跨過來 喔不要跨過去 靠著 靠著琴條這邊 那像我自己 我會把這個管子拿掉 為什麼 因為我的琴條上面 會貼一個皮 對 那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的話 因為它這個琴條 有一點點 那個洞有一點陷下去 所以我們就 墊著這個東西 喔 我的琴是用那一圈 我的琴是用皮 這些弓層 這些弓層 都要丟掉 那你把它收起來 好這個一樣 我們也是先轉外面一圈對不對 先轉外面一圈 然後再拉近 很快的轉它會有轉一圈 好 排整齊 排整齊 你覺得這很難用嗎 不會啊 這我是第一條 我第一條 要檢查一下 它喬有沒有歪掉 但是 因為你們不會調的話 就是自己 不要亂動這個 因為有時候 我們四條一起調 它那個張力 它就會越拉越過來這邊 喔 所以我們調完 我們會檢查 喬有沒有歪掉 那要怎麼用 就你不要自己用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要給老師 這是要給老師 對啊 Yeah 稍微的琴弦換好了 拉一下吧 你隨便選一首拉一下 拉幾個音看看 就拉一個音 好 OK 是有比較大聲 有比較大聲 哦 換學了之後 有比較好拉嗎 有啊 而且小一點 拿上菜這個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個有顏色 好漂亮 然後上面那些 有一個 四公頁 多餘 幾次 我招了 很可憐 當en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